在直角那里 在这条线路 叫三角窗的地方 对对对三角形的地方 藍色这一块就是领事馆 哎呀 你看这个李宁水上体育中心 李宁是广西来宾寺 来宾寺的人 他是体操王子 他在这里这一块 投资了四个亿 在我们南宁是这个水上体育中心 投资了四个亿 然后国际学校 这个国际学校 是到时候每个国家 就说十三国的国 每一国 东盟 都有 都有学校 到时候他们的学生 可以送过来这边 然后可以学到每一国的一边 然后这边这一块呢 这一块的话就是 就是 橘色的 橘色的吧 不是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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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的 灰色的话就是 这些商务园区的地区 地区的话 商务园区 对地区就是说 南宁市政府 免费赠送给他们六十亩 是永久镜的六十亩 免费赠送给他们的 然后地是给他们 然后房子是由他们自国家自设计的 帅哥你贵姓 我姓藤 崩藤的藤 日本藤的藤 日本藤 藤 藤条的藤 藤条的藤 对藤条的藤 藤条的藤 藤条的藤 基本上都是这些 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些住宅区 这些 过来看一下这边吧 大使馆区 他这里没有标标 这里没有标 待会会经过 会经过 这些就是他们13国的联络处 13国的联络处 你看这个 中国东方国际商务 物流中心现在在建的呢 嗯 然后新民族银团就在前面这一点 嗯 他会 他会 应该是 这一两年会搞 建好 他会以4D 4D的 音质 还有说配置都是 7星期以上的 圣殿华府就在这里 圣殿华府 他的 他的 地砖 什么 都是采 采用欧 欧洲进口的 中文保利地址 就在上面 中文保利地址 是 不在英尼 泰国 老欧 文莱 满电 菲律宾 越南 12国 等一下我们都会经过这些商务研究的 好 只是带你们过来看一下 谢谢你小腾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这是我的